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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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第二就是如果我们是非公开增发的话 那你可以不低于的是定价基准日前二十的交易日均价的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说还是那句话非公开我可以打折 但是公开不能打折 那么交易的时候你的认购方式可以是现金 也可以是其他的方式 因为你看这个时候你不是公开增发了 是你跟特定对象去商量 那么你们俩商量下来是用现金交易 还是用股权交易 还是用债权交易 还是用其他的资产交易 那你们俩定 因为非公开的状态 所以它灵活性会更强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定价和认购方式 那么对于股东财富的影响 我们要去区分一下新老股东 在这里面我们要去看一下 我增发的那个价格 跟我当前的市价去比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 我当前市价是五块钱一股 那么我增发的时候呢 我是按照八块钱一股去增发的 那这个时候你来想一想 你都不用去看后边我们的结论 你就去想一想 你看啊 现在对于这家公司的老股东而言 我手头上假设我有一万股的话 那我这一万股每一股价值五块钱 我是不是有五万股的这个 有五万块钱的这么一个股权的价值 对吧 那现在这家公司增发了 增发的价格呢 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增发的每一股变成了八块钱 那我原来手头上的这个股 和我增发完这个股 是不是本质上在增发完了之后 都是一样的呀 对吧 那相当于变相的 是不是就认为 我当前的这个股票的价值 是可以有更高的这个溢价空间的 那因此 在这个状态下 你觉得是谁获利了 老股东什么都没干 就因为增发 所以五块钱的 当前的股价被抬高到了八块钱 你说是不是老股东的财富会增加 对不对 那新股东呢 新股东原本我在市面上看上去 你是五块钱一股 但你增发的价值是八块钱 所以新股东而言 他相当于要花更高的价格 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所以新股东的财富会减少 但总体而言 其实是一个财富的平衡 就是我把老股东财富的增加 与新股东财富的减少 其实是能够抵消掉的 也就是说新股东额外支付的 这部分溢价 相当于最后是谁享受了呀 老股东享受了 所以总额其实不变 但是股份的这个对应的财富的增减 是在新老股东之间完成的分配 那么再想 假设如果我现在的股价是五块钱 但我增发的股价呢 是四块钱一股 也就是说原本我可以是五块钱去卖这个股票 结果你这个公司发行新股的时候 按照比当前市价还低的价格 去发行新股 那你说是谁把财富让渡出来了呢 是不是老股东啊 是不是我现在的股东 把一部分的财富让渡出来了 所以我财富减少了 那让渡给谁了呢 新股东 因为他买新股的时候 可以比当前的市价来的更低 那所以他的财富会增加 他买赚了 所以这个地方仍然是我们的股东总体的财富不变 对于新老股东而言 有一个财富的重新分配 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增发 对于新老股东财富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说假设假公司总股数是十亿股 现在采用公开增发的方式去发行两亿股 也就是说 我在增发完了之后 公司总体的股数是十二亿股 对吧 增发前一日 股票的市价是五块钱每股 新老股东各自认斗了一亿股 也就是说 我增发的这两亿股当中 有一亿股是增发给新股东的 还有一亿股是老股东认斗的 假设不考虑新募集资金产生的竞现值 引起企业价值的变化 在增发价格分别为五块五 五块和四块五的情况下 让你分别去计算一下新老股东的财富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这条题目其实它是为了得出我们刚才那个结论 但这个中间的计算过程想让大家稍微简单看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 这部分的财富的具体变化 有可能会在我们的一个小选择题当中 来进行一个小计算的考核 把它完整的出成一道计算题来考核你九分的内容 我觉得稍微有点过 因为不至于这个部分怎么可能考九分呢 对吧 所以它哪怕出现在计算题当中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小问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怎么计算 其实计算不难 因为增发价格我们确定了下来之后 比如说这里的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增发价格是五块五 那么这五块五我们一共筹集了多少资金呢 你来想想 因为我增发的数量已经定了就两亿股 然后增发的价值也定了5.5块钱每股 那我总共所薪酬集到的资金就确定了 就是2乘以5.5 11亿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整个的企业的股票的总市值 是不是就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额外增加进来了11亿啊 对吧 那增发之后的美股的价格我能不能算 这个叫什么 这个你怎么去理解它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上节课带着大家去讲的那个配股除全价 在这呢 就是我增发之后理论上我认为我的股价应该是多少 你看啊 怎么算的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配股除全价的计算完全一样 我们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股票的那个价值 原来的股票价值是5块钱乘以10亿股 然后我新增加了多少呢 因为增发我新增加了5块5乘以2亿股 这么多都放到分子上面去 这是我总的股票市值 除以总股数 股数原来是10亿股 现在增加了2亿股 12亿股了 所以理论上我增发完成之后的美股价值应该是5.083元美股 对吧 这跟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配股的计算方法是不是完全一样 一个道理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重新去计算新老股东的财富变化怎么算 还是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前后 前之前是配 现在是增发 那就是前增后 然后呢 在这我们不是要算新老股东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老股东而言和对于新股东而言 有什么样的区别 你看对于老股东而言 我们先看他的股数 他原来 或者说我们直接看他的这个总的财富吧 你看他原来的股数是多少呢 他原来的股数是10亿股 我们先不用去看一个老股东 我们就把所有的老股东全部都放在一块 新老股东是两类股东 老股东原来一共有10亿股 每股是5块钱 所以他的总的财富是10乘以5 增发 他需要花多少钱呢 他需要花5块5每股 然后增发 他认多了1亿股 所以他要花 负5.5乘以1这么多钱 对不对 那增发之后 他所获得的整起的财富是多少呢 他一共是11亿股了 11亿股 去乘以 在这儿 我们得有一个增发之后的每股价值 对不对 我们得有着增发之后的每股价值 这个每股价值 我们刚才已经计算出来 就是这个5.083 所以乘以5.083 那对于新股东而言呢 在他增发之前 他是不是手头上所握着的这家公司的股票 应该是零啊 增发的时候他花了多少钱 他跟老股东一样 花了5块5乘以认购了1亿股 然后呢 增发之后 他所获得的价值是 1亿股 乘以5.083 没问题吧 好了 那新老股东的这个整体的财富 我们都已经出现了之后 我们要去计算财富的变化 怎么算 之后的 减掉之前的 再减掉增发所花的这部分的钱 不就好了吗 所以老股东的 你看是怎么算的 是5.083乘以11 这是增发之后的 然后呢 减掉 第一部分 是我之前所拥有的财富 再减掉 我增发所花的钱 两个部分 对吧 减出来 然后发现 我的财富增加的 0.413 这个0.413 对于新股东而言 就是他的财富贬损 财富贬损 我们继续算一下 新股东的财富变化 你看他是 之后的是5.083乘以1亿股 减掉我因为增发所花的 5块5美股的这些钱 然后我发现 我损失了0.417 那这个0.413和0.417 怎么就有点尾差了呢 这是由于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有尾差所导致的 但本质上 我们的新老股东 他是一个财富的 一个重新分配 我这一边的财富增加 就会变成你那边的财富贬损 所以这是总体而言 我们的总的财富是没有变的 只不过在新老股东之间 去做了一个重新分配而已 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他跟我们的配股的计算 是完全相同的 考在我们的计算题当中 作为一小问 或者考在我们的小的计算选择题当中 那对于你来讲 都应该是必须要拿分的 这是当我们的增发价值为5块5的时候 那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的增发价值为5块和4块5的时候 你会算吧 这个我们就不再具体展开了 都是需要你去重新计算一下 增发之后理论上的那个参考价格是多少 然后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 我们去重新分析老股东和新股东 在增发之前 增发和增发之后 我整个的财富的变化 然后呢 计算出来我们的结果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整个的增发 需要大家就是从计算的角度上简单 理解把握就好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的增发价值去低于市价的时候 那新股东的财富会增加 对吧 然后同样的增加了这部分的财富 其实就是老股东的价值变损 那这是我们所讲的增发 最后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对于股权债融资而言 它对于企业的影响是存在这么几方面的 第一个方面是对于企业的资本结构会产生影响 你想企业本身债融资 就是进行了所谓股和债的重新选择 对吧 那么股和债本身它的资本成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权益资本成本原本就是高于债务资本成本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用股权再融资的方式 那么它就会使得你权益的这个成分会加重 权益的成分提高了 那么你的资产负债率是不是就降低了呀 因为权益提高的同时你的资产会提高 负债不变的情况下 那资产负债率不就降低了吗 对不对 所以它同时会使得你的整体的家具平均资本成本会增大 因为股权的资本成本本身其实是会增高的 所以在这你会发现它对于你的资本结构本身产生了影响 进而会影响到你的资本成本 但是如果股权再融资 你看本来如果我们从资本成本的角度上去想 它会使得我整体的资金成本加大 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股权再融资呢 所以后面半句话是想告诉你说 虽然它会使得我们整体企业的资金成本上升 但是如果你的股权再融资这个决策 它有助于企业的目标资本结构的实现 也就是说我本来是想干嘛呀 我不是特别在意我的资金成本的上升 我是希望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要降下来 它要增强我企业当前的财务的稳健性 避免我企业未来因为我过高的资产负债率 导致有可能我的债务违约 那么一定程度上我就希望通过股权再融资 来调整我的资本结构 而进而在这个情况下 由于它能够帮助我的财务变得更加稳健 那我问你 如果我整个企业的财务变得更稳健了 我未来的违约风险变低了 请问对于股东而言 谁去承担最些风险呀 是不是股东 那股东这些风险变低了 你说他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会要求相对低一些的 资本成本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是想告诉你说 不要从理论上学东西学死了 知识是活的 虽然我们理论上认为权益的资本成本应该是高于债务的资本成本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企业现在它进行股权再融资 你能说服所有的股东 你之所以做这个决策 是为了去实现企业更加稳健的财务水平 是能够降低企业未来的承债风险 是能够使得企业未来整体的风险能够有更好的转控 那我问你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水平吗 不一定 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使得企业的加迅平均资本成本能够降下来的 所以它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企业的整体价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股权再融资 不要把它一刀切的理解为 它一定对于资本节奏是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个企业的不同的情况下 对于企业整体资本节奏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这些部分简单了解就好了 考试的时候对这一块的考察是相对比较少的 只是希望大家在平时去考虑 比如说你工作实务当中去考虑所谓的找银行借钱 还是去通路股权再融资 不要把它单纯的用理论一刀切的 去把它进行了一个切分 那再往下走 我们说除了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了以外 它对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也会产生影响 这就跟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解释是一样的 你看在企业运营和盈利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那么采用股权再融资筹集资金 它会降低企业的财务账点水平 就是把你的资产负贷率给降下来 那同时它也降低了你的净资产的报酬率水平 那但是如果企业能够把股权再融资筹集的资金 投资到有好前景的项目当中 使得你的这笔资金 哪怕它的资金成本很高 但是你的那个项目它的盈利性更好 那么你可以从投资那个项目获得更高的净现值 那么它还是可以去改善你企业的资本结构 降低资本成本增加企业价值的 所以这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的 第一个方面你看 第一个方面 我通过股权再融资是要去降低企业整体的财务风险 对吧能不能理解 我在这里通过股权再融资 整体的目标是为了把我企业的整体财务风险给降下来 是为了增加企业的财务稳健性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那股东不一定会要求那么高的回报率水平 因为你对企业整体是有利的 它降低了我股东层面上最终承担的风险 所以它能稳定企业的整体价值 甚至于降低我的价钱平均资本成本 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一部分 其实想告诉你的是 我把这部分钱融来了 那我现在考虑的不是说这个融资方式本身 我考虑是这个钱融来了之后 我拿去干嘛 我考虑是投资这个环节 那我是把这笔股权再融资的钱 投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当中去 而这个项目它可以帮助我成倍的把钱赚回来 那这个时候 它同样可以使得 我给你这笔钱的股东 可以要求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回报率水平 因为我知道你投资的那个项目很好 所以我特别愿意把这些钱给到你 然后让你去做这笔投资 那它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我们企业去把整体的资金成本降下来 有利于我们去保障企业的价值 甚至是增加企业的价值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对于股权再融资 对企业而言 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简单了解一下 对于企业财务状况和对于企业的资本结构 都会产生影响 那除此以外对于企业的控制权 我们把配股公开增发和非公开增发 稍微做了一下对比 你看配股 控股股东只要不放弃认购的权利 其实就不会去削弱它的控制权 因为配股本质上其实是给了你一个选择权 我给了你一个不被稀释的选择权 你只要选择了 那么你就不会被稀释 但如果你放弃了 那不好意思 那你自己甘愿的被稀释 对吧 公开增发的公开增发会引入新的股东 所以股东的控制权受到增发认购数量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你认购的多 那么你稀释的就少 如果说你认购的少或者不认购 那这个时候新股东进来必然会稀释你 非公开增发 如果对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来进行增发 则会降低控股股东的控股比例 但是呢 你不要担心 因为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他大多与控股股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般不会对你的控制权形成威胁 要不然你就不会找他了 对吧 这面两类 你看财务投资者是为了干嘛的 是为了把钱投给你之后 你帮他赚更多的钱 他其实想要的是投资你这家公司之后的资本增值 所以他一定是希望你把公司经营的越来越好的 要不然作为财务投资者 他不会愿意给你投钱 对不对 他希望的是我投100块钱 你给我赚回来1万块钱 所以怎么赚回来这1万块钱 一定是你把企业经营的越好越来越大嘛 对吧 所以他跟你的利益一般是保持一致的 那战略投资者呢 就更是这样了 战略投资者之所以投你是因为我们俩之间 业务上能够形成协同效应 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跟你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两者也是并肩一起往前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他会降低你的控制权 控制比例 但是你们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不会对你的控制形成威胁 他不会想干嘛 财务投资者给你一笔钱 不是为了给你一笔钱之后 把这个公司拿出来我自己管的 我根本不想管这个公司 我就只想我的钱能够赚更多 对于战略投资而言 我只是希望我们俩的资源业务上 能够形成协同效应 并不是想我把你的公司接管过来 但是看到 若面向控制股东的增发 是为了收购其优质资产 或者是实现整体上市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目标就是拿你的控制权 那这个时候 当然会对控制权产生影响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区分一下非公司增发 你的增发的目的到底是干嘛 对方卖你的股权到底是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收购 所以这个地方的目标不一样 那么它对控制权的影响也不一样 好了 最后我们说股权再融资会导致加薪平均资本成本 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呀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稍微分析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论 就股权再融资可能导致上升 也可能导致下降 对吧 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要去看一下到底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去进行的讨论 所以不要一刀切 不要把理论给学死了 好 截止到这里 我们就把整个的第二节给大家讲完了 第二节呢 在考试的层面上 单纯去考察一道计算题的概率不高 它更多的其实是在计算题当中进行一个嵌入 或者是在选择题当中考察一个比较简单的小计算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两到三分左右的一个分值 大家简单把握 对于第三节而言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一章最重要的一节 第三节叫混合筹资 这里面一定会讲到几个混合的筹资工具 所以最重要的是 首先这些混合筹资工具 你有没有先搞清楚 其次是这些混合筹资工具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 它的筹资成本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计算 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三节学习的时候的两大脉络 一条脉络是对于筹资工具本身 你要了解它的特征 应付什么 选择题 那还有一条线呢 是要对筹资成本本身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计算逻辑 这部分应对主观体 所以第三节是既可能考察特观体 也可能考察主观体的内容 所以需要大家非常的重视 或者筹资当中的第一个部分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优先股和永续债 我们来看一下优先股和永续债 优先股这里面的发行主体可以是上市公司 也可以是非上市公司 但是非上市公司必须是非上市公众公司 那么才可以去发行优先股 而且还只能是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上市公司呢 你是可以直接公开和非公开去发优先股的 所以这是发行主体上我们国家对优先股的发行主体 有一定的约束或者限制 那筹资成本上怎么去进行分析呢 对于债务优先股和普通股而言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这个企业进行清算的时候 对于资产 对于剩余财产的求成顺序 一定是先去满足债券人的 对吧 然后去满足优先股股东的 最后满足普通股股东的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 那你可以看到 求偿顺序上一定是债务筹资优先 其次优先股 其次是普通股 后面还有两个 一个叫筹资风险 一个叫筹资成本 这两个地方大家特别容易搞混 怎么怎么混了呢 就总是站在同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但我告诉你 这里面的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是不一样的 筹资风险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 大家来想想 就是筹资风险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 就是我筹集资金给我所创设的风险 我们用财务负担来衡量 大家可以写在旁边 用财务负担衡量 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 给我筹集来的资金 给我创设了多大的风险 你看债务筹资 筹集来这个资金之后 我就得想着 我得还本金 我得付利息 对吧 他就给我创设了很大的未来的财务风险 优先股的筹资呢 优先股的筹资 我就得给他付固定的优先股股息 但是呢 这优先股股息不是说我不付 可能他就会把我倒成破产 那倒不一定 对吧 但是呢我不付我的这个优先股股息很有可能是会继续累加的 累加到我企业最后清算的时候 我得把一次性的没有去付的优先股股息一股脑子全付给人家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债务筹资它会给企业创设最大的财务风险 也就是说我的财务负担是最重的 其次是优先股 最后是普通股 由于普通股它已经作为普通股股东 跟你共担了企业未来经营上面的所有风险 那因此它不会再给你额外创设新的风险了 所以在这里大家去发现 我们用财务负担来衡量整个的筹资风险 那最高的应该是债务筹资 而最小的应该是普通股筹资 那除此以外 筹资成本我们用什么来进行衡量呢 我们用什么衡量 筹资成本我们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上 我们去用投资者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来衡量 投资者的必要报酬率水平 那你来想 在这里面谁最终承担的风险最大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上 那一定是普通股股东嘛 对吧 未来你这企业所有的经营风险 所有的财务风险 最后是不是都是我普通股股东来担着 所以我担的风险最高 那我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越大 那因此我的筹资成本就会越高 所以对于这里面的筹资成本而言 最小的应该是债权人 其次是优先股股股东 最后是普通股股东 他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最高 对于企业而言筹资成本最大 好了 有的人说 普通股都不发股力有啥成本 你想一想 普通股就是因为股力都不给你发 你成本不才高吗 现在是作为你的投资者而言 你想一想 筹资成本我们先换到投资者的角度上 投资者的角度上 你都可以不给他发鼓励 他风险高不 你未来的所有的还不上钱的风险 最后就会导致我股东把钱投进去了 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我风险高不 我风险很高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所要求的回报率水平就会比债权要高很多 债权人对于银行 他借给你钱 他可以只要求一个5%的利息率水平 但对于股东 我对你的诉求可不是5% 我要求的是20%的回报率水平 所以未来如果你真的要去给股东分红的形容下 未来当你企业真的要有剩余财产 要给股东去进行分配的形容下 你分配给股东的那一部分 要比分配给银行的多的多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分这么多呀 就是因为他单的风险高 所以这些其实是对于我们企业而言 在筹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优先股的筹资成本 怎么去进行比较 他其实就夹在债盒股中间 你要注意啊 这张表其实我们最终想让大家理解的就是优先股 他其实是处在债盒股中间的一个方式 那优先股筹资的优缺点 优点就是跟债券相比 不支付股利不会导致公司的破产 也没有所谓的到期期限 不需要去偿还所谓的本金 跟普通股相比呢 发行优先股一般不会去稀释掉股股东的权益 那缺点有很多 缺点第一个就是他跟我们所说的债不一样 优先股的股利不能税前扣除 那投资者呢 所购买的优先股的股利呢 一定程度上又是可以免税的 所以他又有税收劣势又有税收优势 两者如果可以相互抵消的话 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的优先股的股息率 跟债券的利率基本上是趋于一致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者在所谓的利率水平上 不会差太多 那所以这就是由于他既有税收优势又有税收劣势 两者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之后 他最后所体现出来跟债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优先股 他是民股实债 他整体跟债非常非常的像 那提示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我们的优先股有可能被划分为金融负债 也有可能被划分为权益工具 在财管当中 我们不会去考察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划分 但是会计当中 你如果把这份优先股划分为了什么 在财管当中 我们就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处理 如果我们在会计当中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把这一份优先股的合同分类为了金融负债 那么在我们的财管当中 就要把它当作债来进行处理 按照债来进行处理的特点是什么 利息可以抵税 所以如果他被分类为了金融负债 你要千万注意 题目当中如果告诉你 他是金融负债 那么优先股的股利是可以税前抵透的 如果说 他在我们的分类当中 被分类为了权益工具 那么他的股利是不可以税前抵透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在去年教材当中 进行了一个小的补充 那这个补充非常重要 因为他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题目的计算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千万注意清楚 如果给了你优先股这样的工具 看清楚题目 他是怎么给你做分类的 然后第三 就是我们这里的优先股的股利 通常被试定为是固定成本 那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债的利息是一样的 他对于企业而言会创设固定的财务负担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优先股的几个优缺点 永续债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优先股的时候 一般种下都会把永续债跟在后边 就是因为他俩基本上是完全类似的 在永续债的分类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会去看 到底他被确定为了是金融负债还是权益工具 确定的不一样 那么他在我们的处理方式上也会稍微有点区别 那在这个地方 他的风险仍然是介于我们的普通股和普通债券中间的 那他的利率呢 一般是比同期限的同等级的普通债券利率要高 但是呢会要比普通股的要低 永续债的优点是跟普通股 跟普通债券相比 他也不用强还本金 没有还款的压力 不会给企业造成财务困境 而普通债券呢 则要求你必须要按时的到期的还本付息 永续债 同时他可能进入到企业的权益 补充资本金 降低资产负债率 一定程度上可以去改善企业的财务报表 从而 对于呢 这个普通的债呢 他其实是肯定会创设你的财务风险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是跟普通债券相比 其实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优先股是完全一样的 那他跟普通股相比呢 永续债的资本成本 是低于普通股资本成本的 同时 永续债的投资者 哪怕这个永续债被划分为了权益工具 他也不具有表决权 所以他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这个股本 不会吸食掉你的股权 不会影响到你的控制权等等 那除此以外 我们说永续债的利息 有可能是属于税前扣除的 有抵税的效应 股利呢 是不能够税前扣除的 没有抵税效果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他跟普通股相比 不一样的地方 这部分的内容呢 考试的时候大家简单的了解即可 这块对于前面而言 我们在学习投资活动的时候 优先股 永续债 他的进行价值评估 都是用的永续年金的这个方式 对吧 就A除以I 我们就可以评估出来 两个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正在筹资者的角度上来讲 他的资本成本的估计 也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我们按照同样的道理去看 那他在我们的普通债 和普通股中间夹着 对吧 他一定是高于我们的普通债券 一定是低于我们的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所以这个 他的位置 你把它把握清楚 然后作为这么一个工具 他的特点 简单了解 能够应付选择题即可 考试的时候主观题 几乎不可能会涉及到 那他的 缺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跟优先股 类似 对于 永续债的发行而言 虽然我可以低延去复息 但是通常也需要去承担相应的代价 尤其是在低延期间 可能利息是会再去产生利息的 且在发放限定鼓励和减少注资资本等方面 也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因此 因永续债 混合了债务和权益的属性 导致投资者对其定位不清晰 以至于他的流通性比较差 变现能力比较弱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对于一个工具而言 由于他的性质不太清楚 所以在市场上他的流通性 肯定是没有普通的债券和普通股要来的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他的缺点也是简单了解就好了 好了 前面的这部分的内容 大家听了就过了 考试的时候通过我们课后做几道练习题 大概把握一下就可以 关键问题来了 今天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负认股权证的债券筹资 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把它给定性清楚 首先 它叫负认股权证债券 你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特别复杂高大上的东西 它就是两个东西的一个组合 它就是一个组合装 你看它叫负认股权证的债券 所以它本质上我问你它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啥 负认股权证的债券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就是债嘛 对不对 它的本质不就是债嘛 对吧 只不过是在债的基础之上 我又额外附加了一个东西 附加了这什么东西呢 叫认股权证 所以债咱们已经很熟悉了 在这咱们核心要去理解的就是 附加的那个东西 那个认股权证是什么鬼 来 认股权证的含义 公司向股东发放的一种凭证 授权其持有者在一个特定的期间 以特定的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公司股票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这个定义像是啥 来我问你 这个定义当中是不是很像是一个 期权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权利 就持有者在一个特定期间 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公司股票的权利 这个凭证就是你拿着这个凭证来找我 我就有义务要把这个股票发给你 对吧 那对于你而言 是不是就你拿着这个凭证 你就有权利来找我来买股票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的标的资产是什么 这家公司的股票 有没有执行价格 有 特定价格 有没有执行期间 有 在一个特定期间 对吧 所以在这儿 它就是一个期权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期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期权 是个看涨期权 因为它是购买资产的权利 对吧 所以它是个看涨期权 相同点 均以股票为标的资产 价格或者价值 是随着我们的股票而进行变动的 均在到期前 可以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 它本质上都是一个选择权 都有一个固定的执行价格 这就是满足了我们所说的期权的条件 接下来来看一下区别 关键不是这里的相同点 相同点大家都知道 关键是这里的区别 第一个期限 期限对于我们之前所讲的看涨期权而言 我们经常都说 它的期限往往是很短的 可能三个月 可能六个月 所以一般就几个月的时间 但认股权证是非常长时间的 我给你的这个凭证 你可能是几年之后你才来找我 所以期限长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 第二 正因为期限长短的区别 所以带来了在估值模型上面 适用性的区别 大家来想 在看涨期权的价值评估当中 我们是可以用BS模型来进行估值的 而BS模型的适用前提 我们说了有好几个 我不需要你全部都把它背下来 但是其中有两条我是需要你特别把握的 第一条是对于BS模型所适用的期权 有了一个定位 它只能适用于欧式看涨期权 对不对 第二 对于BS模型的适用条件当中的第一条 我们要大家注意的是 是不分红的 你的标的股票 我们假设是不分红的 那如果你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 比如说我一年就分一次 那我现在这个期权其实就只有几个月 都不到一年 那我假设这个股票在整个的期权持有 有效期间是不分红的 这个假设是不是它一定程度上是能实现的 对吧 它是符合我们的现实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股权证 它的期限长达好几年 然后我现在假设要用BS模型来进行估值的话 你说我假设它在这十几年 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当中 它都是不分红的 就是一根铁公鸡 你觉得现实吗 是不是不太现实 对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家公司的认股权证也没有人买 对吧 我买你的认股权证干嘛 你这公司从来就不分红 十几年也不分一次 要不然就你业绩太差 要不然就是你 这个不愿意分红 就是铁公鸡一个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如果你假设在这么长的 有效期当中都不分红 不太现实 那因此在估值模型的选择上 就不太适合于用BS模型来进行估值 所以BS模型在这里 对于认股权证是不适用的 接下来 股票的来源 你看看涨期权 我们的那个标的股票 你一定是要找一个现成的股票 对不对 因为你必须得拿一个 大家都能观察到 它的价格变化的 这么一个股票 来进行我们看涨期权的定价 所以你的股票 一定来自于所谓的二级市场 也就是在流通市场当中 去找一只股票 但是对于认股权证而言 我问你 它的标的股票是什么 它的标的股票可不是流通中的股票 不是说未来你拿这个凭证 找到我 我把别人的股票拽过来 从别人那把他已经享有的股票抢过来 然后给到你 不是这样的 是我额外给你在新发股票 所以对应的认股权证内的标的资产 是我未来要新发给你的股票 而不是市场当中已经流通的股票 别人手里边的股票 抢过来之后再分给你 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我们的股票来源是不一样的 然后稀释的问题 认股权证 在未来你拿这个凭证来找我执行的时候 我要新发给你股票 请问新发股票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叫什么 叫增发 对不对 我是不是要增发呀 那我增发是不是就会带来美股收益和股权的稀释啊 对吧 我确实会增加股数呀 那对于看涨期权而言呢 我只不过是拿那个标的股票 作为我的一个定价参考而已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化的期权合约 在你未来找我来行权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定要跟你做股票交易呀 不一定 我们是把那个股票作为我们在交易的时候一个定价的基础 但咱俩之间可能并不发生任何的股票交易 所以不发生股票交易 不增发 那么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稀释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会不会进行稀释 它的一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就是是否会有真实的股票交易 认股权证你拿着凭证来找我 我是真的要给你股票的 但是看涨期权在未来行权的时候 只是去按照这个价格结算价差 并不会涉及到真正的股票交易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虽然在性质上 它其实是看涨期权 但是它跟我们之前所学的那个金融期权 或者股票的看涨期权 它在很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这张表格很重要 因为这张表格在选择题当中经常会考察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把它把握好 它既可以帮助你去复习整个第六章的期权的内容 同时也可以帮助你去对认股权证 做一个更加深入的把握 好 所以这里希望大家要把它理解好 这里的这个有同学会疑惑说 我们的看涨期权最后不涉及股票交易吗 当然不涉及 当然如果说我们所讲的这个期权 它是一个真实的 这个有具体的实物资产 或者说有具体的这个股票 一定要做交易的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我们一般总统下期权是不会涉及到 真实的那个标的资产的交易的 就像我们的以石油价格 作为我们的标的的基础资产来作为定价基础的这么一个期权 我们最后是不是一定要去交着石油 不一定 除非我们真的是这个石油期权 或者是石油期货 对吧 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石油期权了 期权一般形容下 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定价基准 但我们不会对那个标的资产真实的进行交着 但是期货 我们确实是会对那个货品进行实际的交着 所以什么绿豆作为期货 大豆作为期货 石油作为期货 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会有这个货品的交易 但是呢 期权往往只是一个定价的基准而已 好了 这是我们所讲的区分 让我们来看一下2013年的这道多选题 现在关于任务权证与看涨期权的共同点当中 说法错误的有 来看一下啊 都有一个固定的行权价 这是它的共同点 对吧 行权的时候都能够稀释美股收益 都会稀释吗 如果我不会产生真实的股票交易 那我哪来的稀释呢 所以看涨期权不会 所以必选项之错的 C 都能使用BS模型来进行定价 我们刚说过了 对于任务权证而言 它期限太长了 假设不分红是不现实的 所以不适用于BS模型 D 说都能作为筹资工具 你看啊 任务权证是能拿来作为筹资工具的 或者看涨期权 我们之前告诉你说 能拿来筹资吗 或者看涨期权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 会把它当作一个筹资工具 来进行讲解吗 当然不能 所以能作为筹资工具的 只有任务权证而已 所以这道请正确选项 BCD 对吧 它让你选错误的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 整个的任务权证 如何来进行理解 那任务权证完了之后 回头来不要忘了 我们在这要去学的是 赴任务权证的债券 好了 所以回头来 我们再来看到 那个最本质的东西 叫赴任务权证的债券 现在我们知道 债券是什么了 也知道任务权证是什么了 那赴任务权证的债券 就是把债券和任务权证 打一个包 变成了一个组合 它就变成了 我们这里要去研究的对象 那赴任务权证的债券 我们会把它按照 两个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分类 第一个 按照能否分离交易 分为分离型的和非分离型的 很简单 不用去看后面的定义 什么叫分离和非分离 就是这里面不是一个组合吗 对不对 这个组合里边不是又有债券 又有任务权证吗 分离型的就是指债券 能拿出来单独交易 任务权证也能拿出来单独交易 它是可拆分的 非分离型的就指的是 你的债券和任务权证 是被紧紧的绑在一起 拆不开的 它是完全绑在一起 没有办法拆开去单独进行交易的 这是我们把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分为两类 一类是可拆分的 一类是不可拆分的 按照任务的方式 我们也分为了两类 一类叫现金汇入行 一类叫底绞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等你未来要去行权的时候 任务权证你要行权的时候 到底用什么来进行执行价格的支付 现金汇入行指的是 你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拿现金来支付你的任务款的 而底绞行呢 不是用现金支付的 不需要再花钱了 那底绞行指的是 你把债一部分用来抵了 所以相当于是 用债的一部分的价值 来抵了你这里面认股的 那部分任务价格 好 那整着这个部分 我们再去研究了 负任务权证的债券是哪一类呢 你看 我们既然在这做了分类 我们最后就要确定一下 我们到底在这研究的是哪一类 我们在这研究的是 分离型的 现金汇入型的 负任务权证的债券 也就是说 接下来咱们要研究了 负任务权证的债券 全部都是可以拆分的 债是债 任务权证是任务权证 我们分别都 可以单独来进行它的评估 其次 我们到了任务权证行权的那一天 你是必须要花钱的 你的任务款 你的行权价格 必须得是真金白印付给我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研究了 负任务权证债券的特征 那剩余的这两张 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首先 你这个负任务权证的债券呀 它本身是绑在一起的 拆不开的 其次呢 你的债的部分是可以用来抵我未来的任务款的 那所以就意味着说 未来当我所谓的要行权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把债转化为了股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 我们接下来下面要去给大家讲的另外一个筹资工具 叫做可转债 叫做可转换债券 所以可转债一定程度上也就叫做不可分离交易的 什么 付齐全的一个债券 所以它是不可分离交易的 那在这里面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我们再换一个说法 它叫什么呢 它叫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了不同的表述 你一定要把它的本质要理解清楚 在这是由于我们对付任务权的债券做了一下分类 然后呢 根据不同分类下的具体特征 我们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表述 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我们会把它严格定义在 是一个可以分离交易的现金汇入型的这样的一个 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而可转债呢 它本质上是不可分离交易的 抵角型的一个债券 所以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也可以被称之为叫做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 所以在这 这有好几的概念比较容易混 考试的时候 万一它要出现了不同的表述 大家不要这个懵了 对吧 它不管出现任何的表述 希望你都能透过它那个表述的形式 看到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到底它在讲的是 我们接下来要去学的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还是后面我们要去学的可转债 你得把它的本质给挖出来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 怎么去理解它 这个概念从它的名称上 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绕 但考试的时候 万一它要出现了不同的表述 希望大家要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 这是我们所说的它的特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优缺点和适用性 优点呢 是可以起到一次发行两次融资的作用 这句话非常重要 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这句话 我来问问你 它是如何实现一次发行两次融资的 请问发行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就是我发这个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我就发一次 对吧 我是发债券的同时 然后我把任务权证也给你了 所以我不会再发一次任务权证 就是我在发这个债券的时候 同时我就附带着任务权证就给你了 所以我是不是只有一次发行啊 但为什么我会说我有两次融资呢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 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分离交易的 且未来要用现金汇入的一个债券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的那个行权 你拿着那个凭证来找我的时候 请问你要花钱吗 你要花钱 你要花钱是不是就相当于 如果我抛开你之前 付任务权证这一次 我就看未来你拿着凭证来找我的时候 本质上你是不是还是来花钱买我的股票 只不过是花了那个钱 是咱俩在那个凭证上 已经提前约定好的一个价格 可能跟我那个时候新发行股票 所发行的价格不一样 对吧 只不过是我提前跟你商量好的价格而已 但是你也得花钱来买我的股票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后面在发股票的时候 我是又一次发行了 所以我先发了一次债券 后面呢 我虽然不用再发一次 但是 我其实实现了第二次的融资 所以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本身 这个产品 我只发了一次 我并不会先发一次债券 再发一次任务权证 就这个产品而言 我只发了一次 但是我获得了两次融资的机会 第一次是发这个任务权证债券的时候 你要花钱买我的这个任务权证的债券 第二 是你拿任务权证来找我行权的时候 你得花钱来买我的股票 所以我实现了两次融资 第一次是债实现的融资 第二次是股实现的融资 对吧 有同学会在这里说了 说老师那这里不是两次发行两次融资吗 第二次我不是还发股了吗 你要注意了 第二次你发的是股 你发的不是我们这里的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什么 我们研究的是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这个产品 它本身有几次发行 有几次融资 这个产品本身 它只有一次发行 但是它有债和任务权证两次融资的机会 所以它叫做实现了一次发行两次融资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 代价是以未来的股权稀释作为代价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发呢 这就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发 我们先看本质 本质 你说它是为了发债券 还是为了未来发那个股票 它其实是为了发债券 但是呢 它如果直接去发债券 发不出去 没有人愿意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为了干嘛呢 或者说 我为了在这个时候 能够把债券更好的发出去 所以我在里边 再额外给你加点东西 我额外再给你加点东西 加点什么 加一个你未来可以买我股的权利 那这个时候 可能你的这个债券就能发得出去了 而且由于我给你复杂了一个未来 你可以买我股的权利 所以我可以以相对更低的成本 来发行这个债券 所以我可以以相对更低的成本 来发行这个债券 那我来问问大家 假设我市面上普通的债券的利率 是5% 我发付任务权证债券的时候 我的利率 假设我可以定到3.5% 有没有同学会产生疑惑 之前咱们不是已经讲了吗 混合筹资工具 无论是优先股呀 永续债呀 还有包括我们这里面的 负任务权证债券呀 后面的可转债呀等等 它都应该是比我的 普通债券风险要高 比我的普通股风险要低 所以它的筹资成本 应该夹在我两者之间呀 那现在我的普通债 只有5%的利息 而我这里面负任务权证的债券 我只有3.5%的利息 那看上去不是我的筹资成本 更低了吗 这里的本质不也是 以更低的成本去发行债券吗 那负任务权证的债券 怎么它的筹资成本还会高呢 高在哪 高在哪 高在未来 你附在这个期权 未来也是有成本的 你这个是以未来的股权息事 作为一个代价来发行的债券 所以这部分的代价 你能不考虑进去吗 这个代价你要放在整个的 这个工具当中来予以考虑 你要看整体的代价 而不能只看债的那一小部分 它的票面利率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这个部分我们后面还会去讲具体的计算 但在这儿大家要先有一个理念 它虽然可以在发那个债的第一次发行的时候 这个发行的时候 发债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票面利率去发 但是由于考虑到我未来还有潜在的股权息事的代价 所以你把这部分代价综合考虑进去之后 我整体的筹资成本是比较高的 它比我单纯去发债的筹资成本是要来的高的 因为我有未来的股权息事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缺点 缺点就是灵活性比较差 这一点呢 我们要把整个后面的可转债学完了之后 大家对于这一点会有一个更深的把握 就是说在这儿 如果我一旦发行了 我发行了付任主权的债券之后 那么发行人就一去不复返了 或者发行人他就没有回头路了 他一直都有偿还本息的义务 因为在这儿 大家要记住 付任主权证的债券 任主权证和债券是分离交易的 债是债 任主权证是任主权证 所以你一旦发完了之后 那个债券的部分 你就得一直给他还本付息 所以在这儿 你得注意了 就债的那个部分 跟任主权证没关系 债的那部分是独立的 分离交易的 你只要发完了之后 债的这部分 你就有一直还本付息的这个义务了 它不像未来我们的可转债 它有很多的其他的条款 可以输回 可以强制转换等等 当我们后面学完了扯转债 回过头再去看这里的 付任主权证债券 你就理解这里 什么叫做灵活性较差了 所以在这儿 大家先不用担心 我们后面学完了之后 自然而然这部分你就理解了 那第二个缺点是什么呢 是如果未来股票价格大大超过了执行价格 原股东会受到较大的损失 你想啊 我给你发这个付任主权证债券的时候 我跟你说 你拿着任主权证 未来找我 十块钱没股了 买我的公司股票 现在我的公司股价多少 现在我公司股价假设是八块钱 为啥我十块钱 你未来来买啊 因为你这任主权证 是未来好多年之后你来找我啊 对吧好多年之后我还是八块钱吗 不是了 我还有可能好多年之后 或者两年之后 我的股价就变成八十块钱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未来拿十块钱的价格来买我的股票 是不是很划算啊 我是不是有可能对你家公司是看涨的情况下 我就会愿意要呀 好了 如果真的 一年之后你的股价就涨到八十了 这个时候你说谁开心 当初有这个认股权证的人开心 因为我拿这个平常来找你 你虽然市面上股价是八十 但你必须十块钱卖给我 对吧 这时候我开心啊 原股东是不是就哭了 对吧 原本我可以按照八十块钱美股的方式去进行融资 结果呢 因为我之前在我整体公司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 我按照十块钱美股去发了认股权证 结果一大堆的人来找我按十块钱来买我的股 你说是不是我就损失了呀 对吧 所以当你未来的股价真的大大超过了执行价值的时候 你的原股东会受到较大的损失 这是它的缺点 最后就是承销费用 通常高于债务融资 因为本质上其实你发了两个东西 对吧 你一次发行发了俩 发了认股权证 又发了债券 所以你的整个的承销费用都会高于纯债务融资 这是我们所说它的几个优缺点 大家要把它理解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把它记住 考试的时候 一般都是通过选择题当中的证误判断 然后让你选正确的选项 错误的选项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缺点的角度 最后通用性 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就是在你的企业发展早期 你有高速增长 但是你这个企业当前的阶段还太早了 所以你单纯去发债 你有可能会有一个特别高的利率 那我不想承担这么高的财务负担 我想要把财务负担降下来 怎么办呢 发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因为你高速增长 所以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 对于你这个公司未来的股票的预期是看涨的 那这个时候 我又不想直接去发股 对吧 那我就想发债 但发债呢 我纯发债 我的利率又太高了 所以我怎么能把那个债降下来呢 降下来的方式就是 我加一点未来任务权证进去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较低的利率发债 然后同时呢 能够让我的整个的债 能够更好的 能被市场接受 因为中间嵌套了一个未来 可以去买我股票的权利 而我这个公司又是高速增长的 所以我的股票 现在我给你的执行价格很低 未来你来买我的时候 你就会赚钱 那这个时候谁不会愿意去买呢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付任务权证的债券 作为一个筹券工具 为什么会出现 它的本质其实就在这里 它目的是为了发债 是为了让债更好的发出去 用更低的成本发出去 所以我附带了一个未来的潜在的认务权证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对于认务权证 大家先有一个理解 付认务权证的债券 有一个理解 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十分钟 等到十点十分的时候回来 我们来带着大家来学习 对于这个筹券工具如何分析它的筹资成本